桃園這名男子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是又偷又騙 幾天前闖入這民宅 當小偷偷東西 總共偷了人家 價值三十萬的財務 偷完之後就落跑 擔心被認出來還變裝 甚至連家人都騙 告訴家人說自己是去越南娶老婆 想以這出國為由設置多個斷點 但是沒想到再怎麼騙 這監視器不會騙人 把他的刑機全部錄下來 最後趁著他回國之際 在桃園機場被警方逮捕 男子入境立刻被員警攔了下來 一連串問題 男子卻是嚇到說不出話來 那東西呢 你那天那些偷的東西呢 這些事情都拍得清清楚楚 原本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男子越中潛入民宅行切 一舉一動 全被監視器清楚拍下 人在防火象四處張望 眼見四下無人闖入民宅行切 而且犯案前還刻意戴上手套 避免留下相關激震 偷了三十萬現金跟金士之後 他告訴家人 要去越南娶老婆 就潛逃出境 出國旅遊 意圖製造斷點 遠景掌握其返國時間 將其查期到案 並起貨帳戶 民宅偷去案件 警方調閱周邊監視器追查 刑切後男子變裝逃逸 擔心被拍到 還會刻意拉低冒岩 最後是搭火車離去 不過警方掌握行踪 就在二十三號下午三點多 趁著男子跟友人返國的時候 在桃園機場逮人 你那天不是有搭火車來桃園嗎 你媽媽載你過來的啊 有沒有 有 還沒有 回來的時候也是坐火車 從桃園火車站買票做回來 不然我沒事來找你幹嘛 男子還沒離開機場就被逮個正著 身上還被搜出沒花完的現金 當場人贓俱貨 這下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記者王小華 桃園報導 但是這位通緝犯卻不乖乖束手就擒 台中警方在路上巡邏遇見通緝犯 沒想到通緝犯 居然拿出利器跟警方對峙 你來喔 穿黑上衣的如性男子 持利器抵住自己脖子 一旁制服和變異員警 尾隨在後不斷安撫 但他情緒激動 竟然拔腿狂奔 原警追了五十公尺 一把抓住他的包包 三個人合力把人壓制在地上 但他不斷反抗 原警隨即利用辣椒水 將人制服奪走利器 尚靠保護管束 你不好了啦 你是不是要替他幫忙啊 如性男子自稱被女友拋棄 心情不好才會做出脫序行為 不過警方一查案情不單純 事發就在台中市南區 平順街跟南昌街口 巡邏員警盤查四十五歲 如性男子 他疑似怕通氣身份曝光 突然持利器抵住自己 情緒激動 幸好原警及時把人制服 查出毒品通氣身份 還從他身上收出毒品 安非他命海洛因等 征訊後移送遞檢偵辦 記者張一志許家事台中報導